新辣食物会刺激胃酸过多分泌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烧心 胃烧灼不适 因为辣椒中的辣椒素 会引起胃酸分泌的一个增加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首先我们尽量避免空腹 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其次如果出现上述症状之后 可以吃一两块苏打饼干应急 能快速中和胃酸 缓解不适 除了吃辣椒会烧心 还有很多食物和不良的饮食习惯 会导致烧心 比如甜食 手边有个巧克力蛋糕吃一口 巧克力和蛋糕中的单糖双糖 会加速胃酸分泌 或者劳累时来杯咖啡 七杯茶 咖啡和茶都含有咖啡碱 间接刺激胃酸 有人喜欢糯米食物 元宵汤圆 有人喜欢熬夜吃宵夜 还有逢年过节 亲朋好友友 大家相聚到一起 一次吃很多油腻的食物 这时候会导致胃排空的一个减缓 胃酸分泌增加 如果你有上述任何一种情况 都需要调整饮食习惯 正确的饮食应该定时定量 规律进餐 避免过度饥饿 进餐时细嚼慢咽 咀嚼食物时 口腔会分泌大量的唾液 其中的碳酸清盐和黏液 有抗酸作用 有助于中和胃酸 其中的消化酶 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 另外少吃盐 盐的渗透压比较高 对胃黏膜伤害大 容易导致温炎或者是溃疡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 远离消化道疾病